你是我最重要的決定 我願意 歌手范瑋琪也許不願意 但還是做了最重要的決定 今年九月的演唱會宣布停辦 原定九月八號 在北流音樂中心舉辦演唱會 已購票的消費者可以辦理退票 不過選擇取消 疑似是擔心這燈牌 本該寫著范范的應援燈 全被改成MeToo 原來是因為范瑋琪的老公黑人 陳建州捲入MeToo風波 不少網友號召 又用這個燈牌到演唱會現場抗議 沒想到主辦單位 臨時將演唱會喊咖 不過范瑋琪的人氣 已經不如以往 演唱會開賣後 有近兩成的票沒賣掉 又加上陳建州姓騷在臉書上不斷出現門票低價轉售的貼文 一張一千兩百八十元以五百元出售 不少死忠粉絲都覺得賺到了 但其實演唱會喊咖之後 正常管道買票的人可以全額退款 反倒是用低價轉售購入的人 錢恐怕是拿不回來 部分粉絲的錢找不到范瑋琪的演唱會也真的到不了 一切都變得不美好 三立戲院李文盛 翁家瑜台北採訪